自本月10日,爱航波音737-MAX-8坠落之后,已经有50多个国家和地区宣布停飞,就连美国总统特朗普也下令停飞。 而在前几天,印尼诗航决定取消222架波音飞机订单。 这对波音来说都是连番打击。 那么,其他还在飞行的波音飞机安全吗? 3月18日,据俄罗斯坦斯社报道,17日夜间,俄罗斯一架波音737-800航班,在降落索气机场时机翼发生机械故障。 机上共有106名乘客。 幸运的是,机场方面做好紧急处置预案,最终飞机降落,没有人员伤亡。 此次,俄罗斯波音737-800航班差点出事。 这再次说明了波音飞机其存在重安全风险。 按照俄罗斯方面的说法,是由于机翼发生机械故障,才导致紧急降落。 此前,就有媒体分析波音飞机可能存在设计缺陷,才导致了事故接二连三的发生。 那么,美国交通部门和波音公司是否要承担责任呢? 对此,美国前交通部长雷拉胡德说,公众指望政府对飞行安全负责,而这就是交通部的职责。 他还指出,就在2013年,波音787客机发生了锂电池组过热问题。 随后,美国交通部要求787客机停飞三个月,而在去年,便发生了印尼诗航180多人遇难的事故。 波音高层却没有引以为戒。 直到今年,伊索比亚航空公司的波音737MAX-8坠落事故发生后,波音才注尽了。 美国前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主席的詹姆斯·霍尔指出,波音航空问题的根本原因,是美国联邦航空局的监管方式发生重大变化。 就是说,美国联邦航空局允许波音和其他制造商自主认证飞机安全性,正因为监管上的失误,才导致了空难的发生。 这么看来,美国联邦航空局和波音公司都难逃其咎。 从目前全球一系列的反应来看,波音的确遭到了重创。 根据波音的宣告,波音一直在强化737MAX系列客机的飞行控制软体,对737MAX系列客机的安全性充满信息。 但这次俄罗斯波音737-800航班的意外,再次打脸了波音公司。 依据战斗民族的作风,俄罗斯也可能会停飞波音737-800航班作为回应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